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用糯米和猪肉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然后切碎 全部切好后放入到碗中 接下来切一些葱花放入碗中 再依次加入精盐,十三香,酱油,蚝油,料酒,搅拌均匀备用 这是提前泡发好的木耳和银耳 放入废水锅中,把木耳银耳焯一下 焯好后捞到冷水中过凉 然后呢,放到案板上 把木耳切碎 放入碗中 银耳也切碎,放入碗中 接着加入青豆,玉米粒,胡萝卜先切丝,再切块 放入碗中 再淋入一些香油,再次搅匀备用 接下来大碗中倒入200克的糯米面 30克的凳粉 10克的木薯淀粉 然后用110毫升的开水 把面汤成絮状 揉成面团 面板上撒上冻里面 把面团揉一下 然后搓成糖条 切成剂子 把剂子揉圆按平 再擀薄 接着放上我们调好的馅 再包起来 全部包好后,蒸汤上抹油 以免粘锅 再放上饺子 大火烧开后转入中火 蒸13分钟 时间到后,直接开锅 这个饺子一定要等有点凉的时候 再拿下来 手上要沾点水 以免粘手 凉了会更好吃 又香又糯 有空快试试吧 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梨肉韭菜馅的元宝饺子 首先,将南瓜切成两半 去除中间的南瓜瓣 再将南瓜去皮 去皮后,先切成条 再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 然后上锅蒸熟 南瓜蒸熟后 将它取出 倒进大碗中 用铲子堆成泥 这时,大碗中 放入两碗面粉 一小勺精盐 再逐渐倒入晾凉的南瓜泥 把面搅拌成絮状后 揉成光滑的面团 饧面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将韭菜切碎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倒入适量的熟油 搅拌均匀 锁住韭菜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来切鱼肉 把鱼肉做成肉泥 放入碗中 依次加入料酒 海鲜酱油 蚝油 精盐 少许味精 13香 最后倒入热油 然后,顺时仁搅拌均匀 现在在案板上撒上面粉 将饧好的面揉一遍 直接搓成长条 揪成剂子 再次撒上面粉 把剂子揉圆 然后全部按平 擀成饺子皮 现在开始包饺子 饺子皮上放上馅 然后两边对折捏紧 再将饺子边缘 一边向中间弯揉 两端的边角捏合紧 圆宝饺子就包好了 特别的简单 而且特别的好看 锅中的水烧开后 加小勺精盐 然后下入圆宝饺子 用罩里翻动一下 一面塔底 盖上盖子 水开后 鲜盖 少加一些冷水 接着煮 直到饺子煮熟 捞出即可 这样包的饺子 不仅仅外形上漂亮 而且特别的好吃 有营养 有空您也试试吧 大家好 我是洪阳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 藕片的做法 做法特别简单 而且香辣可口 特别的下饭 首先把藕去皮 去好皮后 再切成薄片 藕的物质含量丰富 營氧价值高 尤其是秋天 咱们要多吃一些 现在将切好的藕片 放入大碗中 加几滴白醋 用清水浸泡20分钟 这时我们再来切一些韭菜 蒜片 姜心 小米辣 把泡好的藕捞出来 再清洗一遍 放入锅中焯水 大约焯水两分钟 时间到后捞出过冷水 重新起锅 锅热后放入油 油热后下入葱姜炒香 接下来下入皮线豆瓣酱 炒出红油 再放入藕片翻炒均匀 接着放一点糖 小米辣 韭菜段 翻炒均匀 最后放少许的味精 炒匀出锅即可 这样做的藕片香辣下饭 特别的好吃 喜欢红羊 记得关注红羊 每天一道家庭美食 红羊与您不见不散 小米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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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葱 小米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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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